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深陷市長任內金華城容積案 檢調持續的爭敗 前台北市長郝龍斌直言 柯文哲有簽名蓋章 不可能沒有責任 而柯黑大將立委王世堅則說 柯文哲如果被羈押 自己會帶便當去看他 不過柯P在自家的節目也回嗆 外界講得好像他要去坐牢了 但是講了半年還是在這 你每天講三大案 講得好像我都快要去坐牢了 可是奇怪 都已經半年了 還是在那裡 口氣很嗆 除了政治現金疑云 台北市長任內金華城容積案 監調也在積極偵辦 柯文哲卻依舊坦蕩蕩 但過去言論也被翻出來 柯P否認事先知情 帳目申報有問題 不過他曾因美和事案 痛批好龍斌 什麼都不知道 可以去死一死 如今這回力標 似乎也打在自己身上 他經不起檢驗 而且他經不起誘惑 他是一個很失敗的政治人物 柯文哲已經是民眾黨的一個負債 他絕對不是資產 金華城案子當然有問題 直言柯文哲已經成為民眾黨的負債 未來絕對逃不了 昔日柯黑大將王世堅 則說柯文哲已經被判了政治死刑 不聲唏嘘啦 很可能他會被約談吧 那甚至羈押也說不定 他如果進去的話 我大概就帶個便當去看他吧 因為他請我吃便當嘛 那我也還他一個 檢調持續約談 當時的都委離清案情 關鍵人物之一 前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並以涉犯貪污土利等罪 限制出境出海駐居 26號也確定將親自出席 北市議會金華城案調查小組會議 柯文哲老生在在 就看他能否全身而退 接下來被綜合報導